今天的電視盒對局要來給大家分享的就是 安博與異波最新一代的語音旗艦機王的比較 先來跟我說說你是安博派的還是異波幫的 大家好 我是阿肥 我知道在同一時期推出語音電視盒的兩大長派 很多人一定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所以這次的影片我將會針對他們的硬體配置 語音操作 第三方軟件以及穩定度 來下去做比較 而因為時間的關係 在上一支各自機王的評測當中所做過的東西 在這支影片當中將不會再測試一次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右上角的連結 去那支機王比較的影片來收看 好 那我們抓緊時間就來趕快的進行比較吧 在外觀的方面 相效於異波是採用白色壓克力的面板 比較容易刮傷 我個人則是比較喜歡安博白色的設計風格 感覺起來比較簡潔而且又有質感 但在硬體配置這方面 安博相較於異波 它少了IR孔以及光纖輸出 所以在支援性上面 異波則是來的比較好 在電源光線器的部分 安博它是採用了防磁圈的電工 那異波這一邊它是採用了USB的電工 這個其實它們各有優缺點 不過你們在之後的影片當中 可以看到我用USB的電工來做一些影片 再來看到遙控器的部分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安博的純白色的 除了配置的電視的學習鍵 還配置的數字鍵 在使用上面呢 其實相當的方便 所以這裡就是 質感以及方便的選擇拉扯了 台北天氣如何 台北天氣如何 你好嗎 你好嗎 有沒有 它這個語音服務啊 一個安博它是用Google的助理 那異波這邊呢 它則是這個艾拉經理 所以兩邊的語音服務 它是不同的種類 那好我們現在回到醜頁 我要看民視 來你們可以看到啊 在這一塊啊 以配飾性來說啊 異波是做得比安博優異 安博在這一塊 並沒有整合得非常的完善 不過啊 這個就是也是後期優化的問題 只要廠商很優化 這個其實不難解決啦 中天新聞 來你們可以看到 進來電視直播裡面 安博與一波 都是有辦法配合語音來轉台的 探索頻道 好 但一樣以配飾性來說啊 這一點啊 異波的確優化比較好 因為速度方面呢 我們也是可以看得到 轉台速度的確異波也蠻快的 另外看到電影追局 相較於異波啊 在上一支安博恩影片裡面啊 你們可以知道嘛 就是用那個搜索的功能 然後搭配遜飛輸入法 可以達成語音搜索的功能 只是他的步驟就麻煩了不少 不像一波這樣子簡單 復仇者聯盟 就可以直接搜索了 這一次我用長時間的錄影 來比較安博與一波 在直播電影追局 以及聲勢專區方面的穩定度如何 依照我家的網速啊 有1G600M5G的WiFi 訊號滿殼的情況底下 在電視直播上面啊 各有零星的轉圈狀況 我相信 這一定不會是我家的網路有問題啦 呵呵呵呵 不過實測中 一波在部分頻道的轉圈狀況啊 明顯的是比安博還多上一些 這一點呢 我則會希望官方可以再加強一些 熱門時段的穩定度 在電影方面的表現啊 都非常的良好 放完同一部的電影啊 也沒有出現任何轉圈的狀況 當然這僅能代表我測試的那支影片 沒有問題而已啊 在電視劇的部分呢 起初的表現我覺得啊 都有點不盡理想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啊 兩台都有出現轉圈的狀況 但錄了一陣子之後呢 就比較穩定了 只偶爾出現零星轉圈的狀況 最後在聲勢專區的部分 我覺得啊 安博在這一塊啊 可謂是碾壓眾生的 相較於一波啊 比較容易轉圈 在穩定度以及數量上面啊 我想安博應該是當之無愧的 專業老司機啦 在結尾之前呢 我必須要提到一個評級的問題 大家在看過我之前 各自的介紹影片之後啊 一定會有一個疑問說 欸 像我安博的評級是4.2 那一波的評級是4.8 那不用想啊 一定是4.8的比較好 對不對 但其實並不完全是這樣 在阿肥的評級當中啊 一顆星代表不要浪費錢去買 兩顆星則是代表有閒錢可以買 三顆星則是代表還不錯 如果有閒錢又想買的話可以買 四顆星起跳呢 則是阿肥我推薦你買 那後面的點擊點擊呢 則是阿肥我針對一些方便性 還有一些使用者體驗的完善程度 來做的一個評級 不過阿肥我也不是專業的評價戶啊 我的評級都是我自己的主觀感受而已 並沒有任何的公正性可言啦 所以只能說讓你們參考而已 那說回來 這一次安博與異波的機王的比較 大家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在客觀的角度上面 語音的功能以及硬體來的配置 是異波這一邊做的比較完善 但在主觀的感受當中啊 安博他的設計風格穩定度以及聲勢專區 阿肥我則是覺得安博在這一方面做的比較好 所以依然還是要套用阿肥我之前說過的那句話 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任何一台電視盒 可以做到所謂碾壓眾生的級別 選擇電視盒呢則是要選擇 符合自己使用習慣的電視盒 那我在這邊還是要提醒一下 我不賣電視盒也不靠電視盒賺錢 我跟你們一樣都是消費者 當然其實很多朋友私訊過來都說 阿肥你怎麼不賣電視盒 就算給你賺錢我也沒關係 可是對於阿肥我來說 如果今天我賣了電視盒 那這樣子就失去了我做這個頻道 原本的初衷 因為阿肥我有一點看不慣 就是把自己的觀眾當成炸資機一樣 在炸乾他們的錢 我呢如果有私訊過我的朋友 應該都會了解到就是我會親自回你們的留言 並且呢也把你們當成朋友一樣 在跟你們聊這些比如說電視啊 或是我所介紹過的一些產品 所以你們要購買任何的電視盒呢 一定要衡量自己的承受能力 並且影片當中我所測試的內容 只能代表我測試當下的情況 不能保證未來也是這樣 那最後希望我這支影片有幫助到 正在猶豫不知道該選擇安博還是易博的朋友 可以給你們來個參考 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或是可以上我的粉專私訊我 最後的最後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 訂閱 分享 打開小鈴鐺 我是阿肥 我愛你們 See you later 掰掰 囉 wear烏尔方 לא都calce structured 健康 精湯 你的 wy